小雪早安 嗯早 是豆浆 我最爱喝 烫烫烫 赶快喝这个 那我就先出门了 等一下 好了 路上注意安全 弟弟真乖 在家等我回来 江江玩个游戏啊 这里有副牌 我们把它翻成两份 听懂了吗 一看你就没听懂 没事 玩了嘛就会了 来 是这样吗 是啊 就这样 他怎么总赢 不行 再这么下去 我这导师的地位 可就不保了 看到没有 这是六 这些牌是我的 你这个不是九吗 这不就是六吗 反正我不管 这些牌都是我的 原来你这么可爱啊 那以后我们都干脆称你为 玩来大王吧 简称大王吧 大王吧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啊 这是我今天刚学的新词汇 你看 我厉害吧 你厉害你厉害 姐姐不跟你玩了 我说的这就在家里喝了 你还能收拥了吗 不开心 你也要好 我会说是什么 我只能看你 我现在赶紧 那就是你 你也没有看 我这里 我 Son 你以工作为由把我叫过来 就是为了恶心我 雪儿 我们和好吧 我这里真的只有你 你到底要我怎样 你才会相信我 你说这种话 我怕出门被车撞死吗 记住 在我这里 最不能原谅的 就是出轨 不是 你听我说 你说那个和宇还是弟弟 那都是些误会 你没救了 您好 我是若璇派给您 做造型的老师 今天行程有拍摄哦 太子飞 月亮 月亮 是本王 本王终于找到你了 哪来的疯子 别猜吧你 月亮 是本王啊 你不记得本王了吗 怎么看 真的是本王啊 你难道把本王忘了吗 胡琪你干什么 你怎么动手打人啊 所以 你也站在他们那边是吗 你们在干什么 萧尔 是萧尔吗 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呀 萧尔 既然回来了 走 给姐姐回家 走 哎 舅舅 爷爷 我真不是您孙子 你认错人了 萧尔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就不愿意回爷爷家呢 太上皇早已战死沙场 你让我找个鬼呀 清醒点 你给我清醒点 大胆放开本王 舅舅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的父皇 是否也如此思念我 明天就要一起上班了 走 给我们挑起好衣裳去 嗨 走 服务员 全样 记住了 点咖啡和饮品 是每一个上班族的日常 来 给我一起念 美式咖啡 美式咖啡 还有 在公司 不可以是主不称呼 也没有打扰 太子或平民 记住了 一定要照公司的职位等级 以及平级间进公司的先后顺序 来称呼他人 收到 前面 小雪 这给你 我的 这是我跟宋航用第一份工资 给你买的礼物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照顾 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意 但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 希望你喜欢 喜欢喜欢 我当然喜欢了 你们这么有心送我礼物 我看看试试吗 怎么样 喜欢吗 我们和地人说了你的年龄和性格 他就让我们送这个 我 什么性格 听殿下说 你的思想蛮邪恶的 对了 你们为什么叫何宇太子妃啊 何宇和太子妃娘娘 长着一模一样的脸 如果不是因为太子妃娘娘 我们也不会来这儿 咖啡 谢了 客气 最近工作怎么样 还好 都在熟练当中 来 小雪 那个 你们现代人都是怎么谈恋爱的 就 吃吃饭 看看电影之类的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想要做什么 骑 骑入自行车 骑自行车 拉住了 千万别松手 拉着呢 一定不能放手啊 冒军 发什么呆呢 没什么 走吧 替我祈祷 替我烦恼 为我生气 为我闹 当当 月亮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来 月亮 来月亮 喝这个 热水啊 夏天多喝一点热水 对身体好 谢谢啊 要不 你喝吧 我不喝 你喝 什么 季虫拳 老爷子要把季虫拳给王泽 王泽 没搞错吧 你等着 我马上到 起开 无计你什么意思 老爷子 把继承拳给了王泽 你不去的话 我将一无所有 难道你不怕我没钱 好 我去 月亮 你还好吗 我没事啊 只是你的衣服湿了 没事 既然是我弄的 那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这是我家房卡 随时欢迎你来